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第二節,又是煉獄特備,又會有邊緣回望,上次提到會考,其中一個很開心的事是自收失,扣女失敗,但失敗其實是好事,為甚麼呢?成功之母? 如果那時真的成功了,你還會有心思溫輸嗎?就是因為失敗了,完全沒有心思搞其他事,那就專心溫輸了,不會早上下街,如果不是遇到那些女生,就是每天早上九點鐘等機店開店,就下去打遊戲 打甚麼遊戲? 甚麼都打打街霸玩槍遊戲 即是開玩捉整天這麼厲害?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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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啦 一元兩次? 對,一元,不是,那時我記得是四元鋪槍遊戲,四元鋪槍遊戲我可以一條命打到最後一關,就一個多小時左右吧 我打爆四次都已經四個小時了 爆完一次又再? 是嗎? 那時候又玩另一個,那時已經玩得很厲害了 就是那些吞食天地一條命打到最後,又打兩小時 每一隻遊戲每日打爆一次都已經七、八個小時了 是 那我早上玩一玩到三、四點,下午又吃飯、吹水,搞一些搞路 接著可能借一些漫畫上去自修室體 接著要溫習 其實很快過的 不知道多開心 一生人其中一個最開心的 我自己覺得讀大學是最開心的 其次就是 Form 5 和 A 級 是溫習的時間 就是最開心 最自由 接著就講到會考 那時候你有沒有考會考? 有 我記得那時候是中央分派 第一件事 會考是我第一次 因為我以前所有的考試 都是前一天才開始溫習 會考我最終明白 原來有些東西不可以前一天溫習 你一定要之前溫習了一大半 考試之前那天 你只能夠背到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那時候很不習慣 原來我要兩三個星期前 已經要準備一科 那時候還要考八科 不知道你考幾科 都是八科 第一件事 要好好管理自己的時間 其實是很困難 那時候失敗了 反而因為多了很多時間去專心溫習 即是你是早幾多開始溫習呢? 認真溫的時候 不是的 考完MOK之後 就開始認真溫 還有三個月左右 其實MOK之前都會認真溫一些 溫了一半左右 然後MOK之後再認真溫習 簡單來說就是 總之溝女失敗之後 還有一個多月左右 這麼近一個多月很久 是的 然後就跟著溫習 不停溫習 當時又要上補習班 我會上很多精讀班 精讀班又當上課 最重要是貼哪些題目 哪一邊的課文 然後還有補課 其實我日後出來教書 我很討厭補課 因為我覺得補課所有東西 需要補課 但我讀書的時候 補課很有用 不是提醒他 而是他真的逼你去學校 坐下聽書 然後做事 所以補課也是很重要的 補課也是很重要的 補課的時候我會這樣 你不就不要去 那時候也不用考試 但他要踢 為什麼要踢 都上了課 你如果升不到原校 他什麼都罰不到你 補課已經是放了價錢才補課 是嗎 總之不回來 但考完剝他還會補課 那時候補課很有用 就是逼我會真的 有段時間會對著書 但是我自己就不喜歡幫學生補課 因為我覺得是浪費我的時間 其實就是陪你讀書 那我就不想陪那些學生讀書 但那時候我做學生 其實也很需要人陪你讀書 你也是太勤力了 那跳來路 讀書其實是要勤力的 因為我最近的課 中市、西市 都在前三天才開始溫 是 數學就不溫 因為你八課 每課要早三天溫已經24天了 所以你要早一個多月溫 是很合理的 你每課都要溫 但你一溫 你溫一整天這麼厲害 你可以做不到 當然會吃東西 化牛豆 搞其他東西 但不是 那時候女兒掉了之後 就真的很專心 不過我家裡真的溫不到了 我家裡的媽媽在搜尋我 我只是擺著溫書 聽到媽媽一敲門 馬上坐在那裡 很笨 那時候都沒有人理我 可能你媽媽還理我 其實中學已經完全不理我溫書 我都說我的心得就是去一些 不應該去溫書的地方 例如快餐店 那你就會很拘謹 然後你反而就會集中到精神 你去那些個個都溫書的地方 那些個個都溫書那麼笨 你就睡覺了 然後就去到正式考試 考試那時候是中央分配的 可以去很多其他不同的中學參觀 最開心當然是去旅校 因為去旅校的時候 哇 外面有很多女兒 那時候最開心的就是去Marinall 我發覺Marinall的校服有什麼 很感性感 Marinall的校服是怎樣的 咖啡色 然後這裏有一些露脫手臂 那個夏天好像是這樣 會考到夏天 因為我妹妹是Marinall 那些是Office 是OL的短裙 再加上一件上半身 就是那些露脫衣 以前不是的 我們學校的那些 全部都是一套校服 哪有分開兩摺 很棒的 哇 超棒的 那時候我真的覺得 我其中一個心願 就是一定要教女校 因為那時候 原來女校真的很棒 我現在心願也是 因為女校多一倍女生 索女都會多一倍 因為加上比例 真的 哇 真開心 那時候考會考 我記得曾經有些補習 老師給我們一些生意的提示 就說 你想給其他人壓力 你去到開考 然後15分鐘就舉手拿紙 然後近來又說 這麼快就要拿紙 就嚇到隔壁的人 但是我去到那天 其實我日後就反過來 我就會安慰學生 考會考你為什麼要害怕呢 你一坐下15分鐘 已經有超過10個人離開了 因為有些人純粹就是 剩下名字 當自己有考試就離開了 因為你有寫份卷 也有F 但是你連名字都不填 就有U 所以他們為了拿F 就離開了 你看已經有一群人佔你底 我那時候會跟學生說 考試其實我是喜歡的 你知道考試嗎 我覺得考試是一個遊戲 我只要贏隔壁的人 所以我是享受考試 我是不享受溫書的 我喜歡考試 因為他可以早點放學 就是這樣 我喜歡考試 因為我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比拼 就是我可以跟你互相挑戰 好像玩網絡遊戲 好像玩王者榮譽 或者LOL 只不過我不是對著螢幕跟你打 我是寫字跟你打 會考其實我的心得也是一樣 就是你勤力讀書一定可以 A級是不可以的 當然沒有A級 但是會考你勤力讀書 一定會得到好成績 只不過我的問題是 即使我早一個月溫書 都是不夠勤力 我現在檢討後 其實我會考最多是用了七成力去溫 我地理是前一天溫 尼海天的溫 我早一個月溫 其實有一半會忘記 其實應該要早半年溫 其實最理想的溫書方法 知道是怎樣 首先你早一年溫了 然後你會忘記一半 半年再重溫一次 然後三個月溫一次 一個月溫一次 最後一個星期再溫一次 但是我沒有做前面的 我只做了一個月前溫一次 以及一個星期前溫一次 我身邊遇到 當然我身邊遇到兩種天才的學生 一種是很勤力的 由頭到尾 就不停溫 最後就可以得到好成績 另一種就是跟我一起玩 不知道為什麼 他又玩 我又玩 他考試是會得到滿分 這些就是天才中的天才 他讀書 他後來跟我說過 我讀書的時候已經讀通了 然後他的記憶很強 好像老蕭一樣 即是看一次的書 已經完全忘記了 我不是很不適合的背書 我背完之後 一個星期可以完全忘記了 你不會是有些 你由間書 有間的 沒有用的 你有沒有寫筆記的 我間書是因為 為了不睡覺 所以整個版本都是寫的 筆記有沒有寫的 筆記就上課寫 然後考試溫法 哇 這樣很瘋 我聽過有很多不同的溫習方法 例如你想到什麼 就寫在卡紙上 或者就是我講 你一學完 那一晚要立刻複雜 那我當然就不寫 從來沒有做過 其實一個懶的學生 也只會更懶 我只是有寫書 我寫書沒有用的 但我寫書 我寫八成的東西 全都寫了 對的 八成是正確的 因為那本書 已經幫你精華了要讀的東西 就是考本書的東西 那怎麼會不寫 對的 我告訴你 你鑑一成是沒有用的 我告訴你 你鑑一成是沒有用的 其他沒有那麼重要的東西 你都不能記得 所以鑑八成是很合理的 證明你真的看過那本書一次 我的心得就是這樣 有些人說 鑑完不如不要鑑 我說不是 你鑑書 你寫出來的筆記 寫一成就夠了 即是寫幾個字 不同人是不同的 我又聽到有些人 考試考得好 那些跟我說 那晚我就讀通了一些東西 不記得了 不要緊的 我考試之前 我再看就可以了 因為我考試之前 讀上課的時候 我已經讀通了就可以了 但我發覺每個人都不同 我其實是要不停翻看再翻看 我經常都不記得 但我只是翻看一次 因為我當時的想法就是 反正翻看都不記得了 前一個月或前幾天才看一次 即是靠記憶力 短期的記憶 看考完就還給老師 但我發覺 我現在長大了 我發覺都是不穩定的 因為我只是記得七成的 我一定要是早幾天 而且我就是 自從小學之前 有說過 被我媽媽罵完之後 考第五 怎麼知道粗行是丙 我潛意識就覺得 讀書是不需要盡全力的 結果我就經常用七成力去讀 其實我應該 如果知道考試很重要 是要額外 我預期中的三成時間去讀 我才可以考到好成績 但我當時中學就不肯定知道 我去到大學就知道 我都說大學有一科 我考到滿分的 就是因為我九點鐘去到市場 扭你街 原來十一點才考 那我就多了兩個小時 吃早餐 不會 那時候早餐都沒得吃 因為那些餐廳都收了 我多了兩個小時 去圖書館溫書 結果是溫了所有東西 如果我中學知道這件事 原來我早兩天溫 我就會考得好的 其實我應該會有很多 但無論如何 那時候考試 其實一會就過了 因為每天都考 每天都考 每天都考 根本沒有時間去想 究竟什麼 考完之後 我們就面對人生第一個 很長的暑假 因為每天都考完 就是五月幾 就是六月幾 考完完 五月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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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已經隔很遠了 五月幾 然後想想 去到正式放幫 七月十幾 還是八月十幾 八月頭 那你有三個月沒有工作 這就是你人生面對 第一個長假期 我之前也有說 家人不給你換錢 結果一定要找暑期工 但我法五 是找不到暑期工 你有沒有找暑期工 有啊 很慘 我不知道為何我的朋友 後來都跟我說 他們全部都找到暑期工 然後找到很準的暑期工 只有1500元還是2000元 最便宜的 都去餐廳做 有三、四十元一個小時 然後好一點的 就是去做市場 做文員 不知道去哪裡找到 就八、九千 我做了一、五日半 一至六 都只有1500元還是2000元 我那些朋友 全部找到一份 全時間去做 但我那時候看報紙 全部都寫暑期工免問 可能我按鈕 寫暑期工免問就不去 我那時候是要靠認識人 我那時候又不認識人 其實我身邊的人 全部都找到薩薩薩薩 那時候很慘 因為錢又沒有 那時候又沒有得上網 我的聯絡哪有網上 但又沒有錢 下街的話 因為下街就要錢 你買一支汽水也要錢 結果在家裡就很苦惱 打電話 我爸爸媽媽就是不買電話 遊戲機 又不給零用錢 打電話 什麼東西都沒得做 唯有去圖書館看書 但圖書館看書看不到三個月 我那時候記得 那個暑假是很苦悶的 因為我的朋友約我出去玩 例如唱歌 一百元 一百元都沒有 那怎樣唱呢 那我不記得後來怎樣捱過 總之那三個月就是我人生最苦悶的 我記得我的錢很快就這麼小 吃兩餐飯就叫兩次雞就很小 然後呢 你中午就叫雞嗎 是啊 中午叫雞嗎 主要是柏南街那些 那些老雞 吃完會吐 什麼呀不老 很年輕很棒的 是嗎 那你哪有這麼多次 做出來有1500至2100個月 那你不如做雞 做雞 做雞還有幾千元 只要年輕人會想這些 不是呀應該找不到 你找單單單給我 我想應徵 我想做雞 你做雞就可能有 很快 做雞真的好 很快 他花光了 賺多錢都沒用了 那剩下的時間怎麼辦 做什麼呢 剩下的時間 做出來工作 就不斷做了 就是剛剛救了那個時候 然後做到放榜之後 已經過英國了 哦 完全是很失望 好了 隔了這幾個月 其實我本來想分享 我這個長假期做的那些什麼 但是我記得就是 沒事做到 因為就是找不到主義工 我還記得起初 我阿姨還帶我去他做的那些酒店 去找少爺工 那些經理都說 全部都不聘請 屌尼龍尼加 我阿姨多沒面子 我阿姨原本說 這裏的那些酒店 因為我不是阿姨做酒店 我全都熟了 全部都帶你上去 我認得了那些經理 誰不知每個經理都說 你那個兒子是這樣的 我們很難聘請他 是 填份表先 大家都知道填份表是浪漫的 唉 真的很慘 少爺工也要靠認識別人 你才找到 然後隔了很久 去到中六就找到小爺工 就是找補習 有補習就差很遠 但中五還沒有 然後當然就去到放榜 你記得放榜之前 那晚你去了哪裡 不是 唱通宵機 是啊 每個人都是這樣 放榜之前 就是去唱通宵機 然後就直接 學習學習 幾個兒子唱通宵機 但那時候我不同 那時候我和女兒 因為那時候都是和女兒熟 但問題是那些女兒我全部不想混混 所以其實和兒子唱是沒有很分別 不過不是的 就是和兒子唱真的很厲害 有班女兒都沒有 那時候就喝酒 吃煙 那時候的問題是 整班女兒我都不想混混 其實所謂去唱棋 也不是有什麼特別 但那天晚上我們也睡不著 就找機會去唱棋 還有吃東西 當時有自樂餐 那我沒有錢 我那時只是唱K 你那年度開始有K份費 我那年度還沒有 然後第二天就回去 之前已經有新聞說 今次會考有多少人的狀元 我那時學校還沒有狀元 之後我得了業就開始有了 我記得 首先我又不太害怕 因為那時已經完全看淡了 一來我有些自信 不會考得太差 但也不知道會考得多好 我永遠去到很緊張的關頭 反而我不害怕 因為我覺得 暈死定不死 都已經去到這裏 怕都沒有用 因為我經常都秉持著 怕都沒有用 但我身邊那些人都覺得震了 很緊張 而且我也開始覺得那時人是有差距 因為開始派那張成績表的時候 當然身邊有些人都哭了 哭了的原因是 因為他覺得 我花了這麼多時間去讀 為什麼我都會拿到這麼差的成績 我開始發現 原來人是有等級之分的 等級之分就是 我完全知道 旁邊那人的溫水 肯定過了10倍 為什麼他只有13分 我看到這個想笑著哭的 我又不會像是這麼冷黑杯 黑心 但我就想 真慘 我也會安慰他 雖然我心裡笑 你很浪費 我記得那時 我旁邊有一個考試 考得很厲害的一個老婆 結果他考了8A1B 他就哭了 8A1B也哭了 像這樣做 然後我全部心裡都爆炸 我吊到你腦尾 八1B也哭了 還要跳樓 不是9A 也是有點遺憾 後來他就說 強行解釋就是 我實在是太開心了 忍不住哭了 我們心裡每個人都想 你每次考試 全部都拿到第一 你當然是因為沒有考不到9A哭了 然後當然一拿成績表 下一刻你知不知做什麼 老師就教你去影印成績表 因為要去找其他學校 我那時的學校也不算收得很好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 有19分 我好像比你低分 你20多 21 我講到溫生 我講到溫得這麼辛苦 都是不夠這個混蛋 我記得我沒有A A也沒有 一個A也沒有 因為A很難 因為西市就不用找書 就是不用溫生 我西市為什麼拿不到A拿B 就是因為我的英文差 中市要背 假如我只拿到B 中市我就拿C 我記得3B 1C 然後2D 要背 然後就是文學要背 我花最多時間找文學 竟然文學只有D 然後英文就是D7 中文Econ和西市都拿B 然後中市拿C 然後就是 其他科我原本以為是炒硬 因為我地理全部都不懂 數學2 數學2 數學有些 因為我有一個師兄不停幫我補 為什麼地理會拿得多呢 就是因為 去到最後幾個月 他才教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Urban Development 所以我發覺有這麼多錢的東西 原來地理最尾部分是佔整份卷三份一 是最多錢的 但是我的地理師就把頭兩部分 調了九成時間 那我就很討厭這科 又要背 又難明 又不知做什麼 然後為什麼這麼容易 我就靠最後那部分 就拿回D 因為頭兩部分我完全不懂 然後我就罵地理師 怎麼搞的 為什麼你不教一些錢的東西 就是因為錢變懶 所以我把錢弄得很難 所以我把錢弄得很難 如果你把錢弄得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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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科學有信心 後面的事情 我都會有心機找下去 你每次考的那份卷 都只有那幾十萬分 你當然不讓開心 學放心不會 當時我們地理 又是學了認識那些 後來那些一難也沒有興趣 這也是你的問題 不過時間關係 我們下次再講 放榜 究竟如何跟朋友去找學校 好